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和大家一起读蒙古秘史 我们继续讲建国之路 今天是第六十四回 长子继承 今天我们说说蒙古到底是长子继承 还是幼子手造 上一次我们讲了诗级糊涂乎 诗级糊涂乎到底是法官还是史官 其实成吉思汗的每一句话 都会被诗级糊涂乎记录下来 作为以后蒙古的法律 所以其实蒙古秘史当中记录的每一条 既是历史也是蒙古宪法的一部分 因为那是成吉思汗的话 我们来看看大汗是怎么说继承权的 这一段信息量非常之大 掌柜给大家读读 这是蒙古秘史第二百一十六段 成吉思和汗又对乌孙老翁说 乌孙 忽南 库可说思 迭该 你们四个人 凡是听见的 看见的 要毫无保留的对我说 蒙古的官制 从来就是以别起那言为尊 由于掌知的人应当为别起那言 由于掌知的人应当为别起的惯例 可以封巴林族的人掌知 乌孙老翁为别起 被封为别起的 可以穿白袍 骑白马 坐于上座 选择 几年 几月 议论榜 很多人后来质疑这一段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段明确的有掌子继承 就说有成吉思汗 要确立掌子继承赤 这样一个一个说法 很多人质疑他呢 认为这是后来加上去 就是说不合理 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敏感 尤其是在忽必烈时代 其实无论是在倭寇台时代 还是忽必烈时代 这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就是这个继承权 到底是长子继承 还是幼子继承 因为对这俩人来说 都不对 就没人敢在那个时代 说这个话题 这哥俩也都特别纠结 所以不是哥俩 这应该是伯父和侄子 所以他们描述成吉思汗 关于蒙古继承 这个话题的时候 所记录的内容 就都是这样闪烁其词 不明说 原因就是 沃克台是成吉思汗 四个儿子中的老三 忽必烈也是中间的 他们既不是长子 也不是幼子 他们继承了韩位 就让这件事变得非常复杂 因为都不对 长子继承不对 幼子继承更不对 这里成吉思汗所说的意思 其实是长子地位特畜 蒙古人的长子 是不包括像赫俄伦 这样的养子的 他跟我们汉人的嫡长子 也不是一个意思 咱们汉人的嫡长子 就说太太生的大儿子 才是嫡长子 蒙古人的长子 比这个范围宽 所谓的长子当中 包括抱养的同族的孩子 什么意思 我弟弟的孩子 这是我的同族 如果我弟弟 把他的儿子很小 就过继给我 这就跟我的亲生儿子 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孩子岁数最大 他也是长子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没过继给我 那就不是我的长子了 应当说 这里这句话 跟以前的蒙古风俗不同 就长子这个话 跟以前的蒙古幼子手造 这个话不同 而且跟以后 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 也不同 所以后来有说法 就是怀疑 这个是 是那个伯父和侄子俩 加进去的 因为这句话 只对窝口台和忽必烈 这两个蒙古密室的 创作者有好处 和窝口台 争夺韩魏的 主要是托雷 是弟弟 窝口台是哥哥 托雷是弟弟 而以后 和忽必烈争夺元朝的是 阿里布哥 还是忽必烈是哥哥 阿里布哥是弟弟 就是两次决定 蒙古可汗的大争夺 最终都是哥哥战胜弟弟 所以在这里这句话 被认为是兄弟相争时候 哥哥占有道德优势的依据 既然成吉思汗说 长子是有优势的 其实那就是说 哥哥是有理的 蒙古人的思想太灵活了 是吧 说我不是长子 那是因为我哥哥还活着 要是我哥哥死了 我不就是长子了吗 我无法改变 我是老三 我是老五 这个事实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我可以成为长子 说我有哥哥杀了 不就没有了吗 排行老几 这我说的不算 但是是不是长子 这个事我可以争取 这是蒙古人 你看看 拖雷的儿子当中 大家可以查一查 有多少个根本就没有名字的 他们哪去了 所以这里这些话 是吧 成吉思汗确定长子的优势 其实确实 确实很可疑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成吉思汗死后 也没有表现出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的 他后来说的遗言 和他生前的举动 都和这个长子守家 这个事对不上 这是 这是三个方向 成吉思汗行动上 做出来的是 幼子手造的安排 但是 就是把自己的领地 严同大约 好像有十万多武士 都留给了小儿子 老四拖雷 这被认为 是蒙古传统的幼子手造 但是同时呢 又有传说 成吉思汗的遗言 是让老三 沃克台继位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 亲手组建了千户万户 体系的老爸 成吉思汗 临死的时候 把决定 未来蒙古继承人的权力 交给了一个 所谓的蒙古大会 老爸委任的这些千户 在未来 有选择自己大汗的一票 他们当中的多数 决定 未来大汗是谁 这是 这是所有加一块 不止三个方向了 这是多个方向 前后不一致 就好像说 我们说秦始皇到最后 又复立六国 废了郡县制 立诸侯 一样的事了 蒙古真正的习俗 到底是什么 越是 我跟你说 越是这土匪窝呀 越是必须讲究纪律 北方民族的历史上 凶杀非常之多 原因就是什么 相信 强者为王 这也是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一个潜意识当中的思想 你看最近西方的世界 哎呀 看着好多的悲剧 是不是啊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老人 我看新闻说 老人一开始都不被统计 在疫情数据之内 都是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 才补上去的 这件事让掌柜 对对现在西方的文明颇不以为然 就是这个强者为王 弱肉强食的法则 竟然让人这样冷漠 掌柜主要掌柜50了 我开始站在老人的视角 看待世界了 我觉得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 可是你现在回头看 以前我们看那个泰坦尼克 那电影 那里有一个老夫妇相拥着 被海水淹没的场面 其实当时怎么不觉得 他很残酷呢 为什么当时没有这种意识呢 那时的感动和现在的愤怒 好像又有不同 可能啊 我现在想 以前没觉得怎么样 是以前认为自己是杰克 而今天呢 今天觉得自己是那对老夫妇了吧 说远了 是吧 咱们说蒙古风俗的 说到泰坦尼克去了 掌柜说点自己的观点 个人的啊 我觉得这种小儿子继承家业 其实是强者为王 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 它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风俗 很多风俗都是必然的 你这么相信这个世界 你就会有这样的风俗 蒙古是一个典型的后廊社会 什么叫后廊社会 就是儿子和老爸之间 是要较量的 因为什么 强者为王 他完全不是我们的父为子刚 在我们的社会 儿子绝不敢挑战父亲 所以我们进步慢 主要是老爸不接受 儿子挑战的话 这后浪就起不来 不会出现后浪催前浪 但是蒙古的儿子长大了 你看都是要挑战父亲的 就如同狼群里发生的一样 蒙古人必须分家 因为如果你不分家 父子之间最后只能有一个可汗 一个大汗 所以父亲比较有利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在自己很强壮的时候 把儿子赶走 在自己还有这个实力 可以战胜儿子的时候 把成年的儿子赶走 防止他们以后和自己争夺 你们有多远走多远 不行你们千万别回来 有几个匈奴的故事 是吧 就是我们那些和亲公主们 后来他们的遭遇 有机会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 可以仔细读读 不是这些公主的命运 有多值得同情 有多悲惨 不是 而是透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 匈奴那个世界 那就是北方 那就叫后浪催前浪 后浪催前浪 就是那样一个社会 就这样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被赶走了 老爸随着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的离开 也一天天的衰弱 小儿子最后就是李世民 你认为 李渊是把家业 留给小儿子李世民的吗 不一定是小儿子 那个你无力赶走的孩子 就是你的接班人 礼堂已经非常汉化了 他们的儿子做的 就算够到位 还给老爸 是吧 安排一个太上皇的岗位 给你个养老的地方 是吧 反正也不多你这双筷子 但是在蒙古 在蒙古那些后人看来 李渊们的生死 是不需要被考虑的 好多人的生死 是不需要被统计的 因为前浪对社会已经无用了 甚至会不会有人认为 他们是累赘呢 其实这种丧心病狂的话 我们已经听到了 你无力赶走的那个孩子 就是你的接班人 也是你的终结者 这就是蒙古的风俗 我们在前面看到了 成吉思汗的睿智 你说对于这一点 他不明白吗 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一个 像成吉思汗这样的老父亲 更明白 汉人的嫡长子继承制 是一种什么样的高明 你看看我们的历史 只要偏离这个岗 这个轨道 再强大的皇帝也无法善终 因为什么 因为儿子们会扑上来 关键是后浪一天比一天长大 而前浪只能一天比一天萎缩 没办法 这就是生命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又觉得成吉思汗 可能确实有这个想法 就是在蒙古推行一种 长死继承制 结束这种可怕的争夺 毕竟他也是前浪了 那为什么没有推行下去呢 成吉思汗不是神 不是成吉思汗 所要办的事都成功了 而是失败了非常非常多 你比如说这个长子制度 最终推进这个事就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 蒙古人思想 就在蒙古人这个文化里面 这个强者为王的文化 你不是一代人 两代人 你能改变的 如果推行长子继承制 我觉得蒙古会成为一个 更加强大的帝国 但是实际上成吉思汗失败了 蒙古最后是几个韩国 对吗 你是不是现在也看不懂 那福建对面在干啥 是吧 你也看不懂深圳河对岸 为什么那么凶恶 是吧 其实很简单 你等着看美国 到11月谁是胜利者 不是那个最仁义的 而一定是那个最凶恶的 就是两个字 他们选的是强者 现在的世界在呼唤强者 这是一股巨大的后浪 正席卷全球的后浪 小马哥的党赢不了 而这次是吧 咱们推进的这个安全法 一定大获全胜 而且是赢得人心的那种胜利 因为强者为王 在多大程度上 我们理解后浪 这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既然已经放弃了 自己旧有的文明 我们别无选择 就只有接受这个世界 接受强者为王 作为后浪 前浪怎么办呢 成吉思汗最后 选择了一个部落议会制度 不是议会啊 是部落会议制度 我相信这是一种睿智 一种老爸极大的善意了 咱们说点特别不专业的话 我认为现在西方的选举制度 就是这个 要文斗不要武斗 是吧 如果不能选举 如果不能愿赌服输 那就只有战争了 因为什么 强者为王 中国人是因为 我们有记录历史的习惯 所以我们的这个 不断回顾历史 所以才主动的改变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前浪 以部落投票的方式 选择一个领导员 是吧 以此选出强者 这是当你无法改变 人们心中强者为王 这个观念 统治人民内心的情况下 别无其他办法了 蒙古秘史就是一部 一切都是秘密 所以有些要猜 有些自己的思考 思考着 有自己的思考 这很正常啊 展规提醒大家 就是这里的长子伯克制度 可能真的是一个睿智的选择 最终的结果 那是无可奈何的退而求其次 或者仅仅是一个随机应变了 每次读到这儿 就读到这儿 217段 可能每一次 我的观点都不同 有时候我觉得 就跟读这个时候的心境有关 反正昨天 我再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 程希思涵当初真的这样设想过 长子伯克制度 而且这个设想 是带着一份极大的 对未来的善意 长子继承家业 好了 我们这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把这个思考留给大家吧 你支持强者为王吗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全篇 掌柜说历史 我们蒙古密史的故事 下周一 继续